一岁男孩咳出心脏病 医生不得不开心做手术 母亲崩溃大哭 你看着那个眼神可怜 爸爸他看着你就喊着说 爸爸妈妈我想活下去 你救救我爸 救救那种感觉 说起儿子 女人就忍不住 那种渴望活着的眼神 时时刻刻不折磨着他 就在几个月前 一岁的淘淘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母亲见后并没有在意 觉得孩子咳嗽太正常 于是自己在药店买了一些治疗咳嗽的药 想着吃两天就好了 不仅节约钱还省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吃了近一周的药 滔滔的症状不仅没有减轻 反倒越来越严重 仿佛像得七八十岁的老人 上期不接下期的呼吸 在婆婆的提醒下 夫妻俩才急忙带着儿子 赶到当地人民医院 很快滔滔就被诊断为肺炎 是因为长期咳嗽导致的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医生接下来的一番话 犹如雷轰顶 夫妻俩瞬间梦了 你这儿子肯定还是心脏有问题 你最好去那个大医院复杂一下 客出肺炎他还能理解 客出心脏病他是怎么也不愿相信 但医生心事淡淡的样子 让全家人陷入了恐惧 思来想去一家人 还是带着涛涛来到武汉大医院纠诊 再者涛涛被诊断为重症肺炎 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必须马上驻经重症监护士 医生表示涛涛的肺炎太严重了 要想治好肺炎 最少就需要二十万 然后那个 我老公问他 那一个星期能不能治好 一个星期你想都不用想 医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涛涛夫妻 一般肺炎最多做个手术就好了 但涛涛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会导致肺炎反复发作 治疗程度起码增加了十倍 听到这话逐渐冷静过来的夫妻俩沉默了 医生知道他们是在考虑是否放弃的问题 但但家庭并不富裕 他和丈夫均来自农村 丈夫在菜市场经营某菜小店 每月赚的钱去之可数 如今涛涛患上重病 光白在面前的二十万 都不是他们能负肝的 更何况还面临多次心脏手术 用句不好听的话来说 儿子涛涛就是个无底洞 更何况男单已经怀上了二胎 二宝下来后的尺寸用度 都是一大笔费用 如果要救治大宝 他们不仅需要花光为数不多的积蓄 还要欠下大量外宅 这样根本无法养活二宝 思来想去后 夫妻俩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把涛涛接回老家治疗 但大家都知道 乡村县城里的医疗条件根本不够 说是接回去治疗 实际上听天有名 当演演一戏的涛涛被爆出肿症 见过事实 单单看得直流眼泪 无法直视孩子的眼睛 很快涛涛就回到了县城医院 当地医生放弃治疗心脏病 专心处理肺炎的问题 同时怀孕的单单 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去痛 肚子里的孩子似乎出了问题 看着那个眼神可怜 怕他看着你就喊着说 面对一岁儿子求生的眼神 尽管万般不舍 单单还是在二十万的医药费面前退却了 他将儿子接回了县城医院 这里的医疗条件较差 父母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同时单单有余日也照顾儿子 身体严重透支 再加上情绪基地 儿胎不幸早产 滔滔的妹妹出生后 不得不住进了保温箱 每天进千元的费用 无疑是有给这对年轻夫妻 被上家了一座大山 就在所有人心情低落时 医院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 原本被放弃的滔滔 肺炎居然被控制住了 要知道之前的大医院说的可是 要花二十万给滔滔做手术 并且还不一定能治好肺炎 如今却被当地医院控制住了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月子中的胆胆 立马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医院 他家家就说 他说你看看谁来了 看谁来了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头马上就偏过来 然后就对着我笑 我看见他来给笑容 就觉得 近一个月没见到妈妈 滔滔是那么的思念 天真无邪的笑容 也让丹丹内心愧疚 他都希望这一刻 就这样定格在这里 滔滔身体的恢复 让夫妻俩再次看到了希望 已经放弃孩子一次的他们 再怎么也做不出 第二次放弃的事情 于是一家人四处打听 几经辗转后 一家人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找到了心歪科医生苏伟 此时的滔滔依旧咳嗽不知 只是面色各方面看起来不错 了解过后 医生对滔滔进行插体 当他听诊孩子的肺部时 发现事情不妙 滔滔肺部感染虽然控制住了 但是两侧肺部有严重的失落营 有着严重的肺动脉高压以及肺水肿 一旦肺动脉高压时间过长 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忧性衰竭 甚至心率失常导致猝死 但现在没人知道滔滔的肺动脉高压是如何形成的呢 很快心脏踩超的结果出来了 苏伟医生只是看了一眼 就感到几倍发亮 正常人的心脏结构中 左右心是分别连接不同的血管 左心是连接主动脉 右心是连接肺动脉 主动脉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输送到全身 肺动脉将含二氧化碳较多的血液送到肺部进化 然而两个互不相通的血管 缺乎相长错为止 含有大胆二氧化碳的血液被送往全身 这种婴儿一出生缺氧就非常厉害 嘴唇更是发紫 非常容易被发现 但滔滔却例外 没有一生症状 一岁男孩被查出心脏病 因为哪不出二十万 妈妈选择放弃 可不想孩子自己听了过来 我已经放弃了他一次 现在他有希望 我不能放弃他第二次了 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有限 单单妈妈产检是未能检查出胎儿患有心脏病 其次单单顺产后见孩子没什么问题 便觉得新生儿体检没必要 于是回了家 喂养期间忽略了滔滔喂养困难 发育不良 易感冒和哀哭等现象 才导致病情价重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直到咳嗽引发肺炎 才发现滔滔患有心脏病 完全心大动脉转位 这种病本在刚出生时就会发作 但谁也没料到 滔滔同时患有先天性性性间隔缺损 左心室和右心室血液相互混合 两个致命错误 单提出来一个都会要命 但合在一起 却让原本含氧量不够的血液 居然离奇般地提高了含氧量 只称起了滔滔身体所需氧气量 但也正因为这样 刚出生时的滔滔身体没有身体一样 结果一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如今医生只能冒险为起做心脏手术 这场手术分两步走 先是将滔滔长反了的主动脉肺动脉掉转位来 然后将巨大的事件隔缺损部分修补 留下一个小洞 减少心脏的压力 等滔滔的心脏功能恢复正常后 再试试第二次手术 修补留下的小口 这两场手术风险极大 滔滔不仅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手术对身体带来的巨大压力 也有可能承受不了 人才两空的局面 并不比第一次放弃滔滔时低 听到医生所说的种种 单单只是沉默了片刻 就同意了手术 和上次不同 这次咋过麦帖也要救孩子 只是不知道滔滔那还在保温箱里的滔滔妹妹 能否健康出来 很快滔滔的手术开始了 医生经过五个小时的努力 成功修补了滔滔心脏上的缺损 当时苏教授一跟我们说 手术成功的时候 那个心情啊 就感觉一下从鼓励一下 跌到天上去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特别特别好 特别高兴 因为轻松多了 孩子手术成功 夫妻俩的心终于放在了肚子里 但说后滔滔的情况不稳定 依旧面临着多重难关 被送到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任何一点意外 都可能导致滔滔心善 所以必须格外小心 在医生和护士的照顾下 滔滔的身体状况已天天好转 十天后她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后续只要定期理疗 按照医主吃药 便不会有什么大碍 一年后单单带着滔滔复诊 才超显示心脏基本为负正常 各项条件成熟后 医生立即为她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为减少创伤 这次医生采取未创介入治疗的方法 仅需要从滔滔的腿部打一个小针 再通过倒撕 把转门的封堵器经过血管输送到心脏的不变处 精确修部小孔 最终经过长期治疗 滔滔身体完全恢复